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 位于湖北省石首市天鹅州长江故道区的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超过三分之二的草场被淹没 7月18日至19日 记者来到该保护区 探访有着四不像之称的珍稀动物麋鹿如何安全度训 麋鹿是中国特有物种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占地面积1567公顷 其所在地石首市长江北岸天鹅州 属于麋鹿原始栖息地的一部分 这里气候温和水草丰盛 是恢复麋鹿野生种群的理想场所 1993年我们就引进了34头 94年我们又引进了30头 2000年的时候我们又引进了一个30头 总共我们引进了94头 那么通过这X多年来的野生放养 发展到现在我们保护区内有接近1100多左右 保护区外面的纯野生的种群 那个野生种群还有八九百头的这么一个种群 那么现在我们就石首的野生米鹿总群 就一起一共就接近了2000头左右 由于石首市江北三个巷镇连续不降暴雨 且目前长江水位高出长江孤岛两米多 孤岛的水无法向长江排放 导致保护区内涝 大量草场被淹没 洪水不仅导致米鹿的生存空间大幅减少 也让部分草类在长时间浸泡后出现腐烂 并引发水体变质 内涝的这个雨水把我们的草场淹没以后 这个水体水质就发生变化 就怕米洛霍了这些是不干净的水 发生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主要是全天候的棺材 在加上这个水质的消毒 这个检测防止发生这个大的雨情 记者在保护区内看到 不少地势低洼处被淹没 由于部分道路因积水无法通行 记者只能通过航拍镜头看到 路群在一些尚未淹没的浅滩 休息觅食 在一株水塘边 记者偶遇两头正在休息的熊鹿 他们身材高大 满身泥水 路脚上还挂着水草 见到有人来访 他们先是安静的与人对视 随后跑开 在安全距离外继续对视后奔向密林深处 现在的迷路列线的这个季节 正是它的这个发行期 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群一群的 一个群里里面就是一个繁殖群 所以你们看到的这个熊鹿啊 都是滚了一身泥 洪水对我们的这个迷路列这个 这个繁殖期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主要是这个火灯空间的这个影响 再就是我们这个火灯空间一手小的话 我们这个迷路的食物啊 食源就减少 19日 保护区将大部分迷路引入 占地3000亩的安全区 安全区包括人工草场 泥林区 电排站 电罐站 围栏等工程 还拥有完善的排罐系统 发生严重内闹时 可通过电罐站将洪水排出 发生持续干旱时 又可通过电罐站 饮水补起 确保泥林区和湿地直备供水 新建了三个泥林堂 我们能够每天通过管道向着三个泥林堂不断地输送洁净的水源 确保迷路的引用水安全 我们建有一千亩地的印记基地 目前这印记基地的话在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温华军还表示 后期只要暴雨天气不再持续 长江水位逐渐下降 迷路的安全就不会有更大影响 目前保护区已加强了对迷路的监测 严密监视每头迷路的活动情况 同时保护区也正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和自然资源部门 做好野外迷路的安全保护工作